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台中分会 特别来到草屯镇南普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幸福台湾爱在草屯祝福典礼 目的是要提倡正确的家庭观念 也让现场来的五六十对夫妻可以再穿一次婚纱 并表达出彼此心里最想说的感谢话语 有建议现在的社会对家庭的观念没有那么大的重视 所以我们透过让邀请这些夫妇再结一次婚 重新的来告诉大家家庭的重要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孙子可以看到 然后能够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另外第二个意义是要让他们学会夫妇彼此之间 可以学会感谢感恩 有很多人过去没有机会穿到婚纱 所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穿婚纱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从四川到今天都非常的开心 那更重要的是看到他们彼此在说感谢的话 很多夫妇都流下眼泪 我觉得有完成了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 县议员警示圣相当肯定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让这些来自县内五六十对的夫妻 可以再次感受新婚的感觉 更让现场的儿女与子孙们 知道家庭观念的重要性 非常用心为了家庭和谐 婚姻能够结构起来很好 重点这是两个母要共同来打拼 来建议起来 汲取透过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用心的策划 可以让现场五六十对的夫妻 说出心里面最想表达的话语 让现场气氛不止浪漫又充满温馨的氛围 借此也传达给儿女与子孙们 知道正确的家庭观念 接着六申草存采访报道